好那么现在开始的话呢 陆续都各地开始解封了 但是解封不等于这个病毒就没有了 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其实我们更应该保护好自己 那么如何让我们自己呢 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呢 那这里的话呢 给大家提供几条行之有效的建议啊 你记好了 也让自己的这个家人呢 记好了 第一个口罩口罩还是口罩 你不光要戴 而且还要戴堆 你首先是一定要用有防护力的这个口罩 你记一下下面的几串数字啊 YY04692011 YY-T0969-2013 GB2626-2006 以后你要买口罩的话呢 你就在这个口罩盒子上看看 有没有这几个标识 三选一就可以了 有的你可以买 没有的就别买 因为这些才有防护力 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口罩 你戴了也没用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佩戴方式 你口罩佩戴的话呢 我以为都科普了两三年了 总学会了吧 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还是乱来的 你比方说最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用完这个口罩之后 居然说二次使用 甚至多次使用 你像我浪漫浪漫 之前就是属于这种糊涂蛋吗 为了省那么两块钱 是吧 那一个一次性的这个口罩 用完之后还会折起来之后 藏兜里 下次继续用的 是吧 那有的时候我把它们扔掉呢 他们还说我浪费 你看看 你后来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道理嘛 他们就开始舍得扔了 因为我说你假设啊 你是跟带病毒的那个人接触过的 然后人家的那个病毒呢 飞过来 附在你的那个口罩的表面了 那你把这个口罩拿下来的过程当中 折叠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这个手就要碰到 口罩的这个外表面啊 是吧 你手在一不流行的话 又碰一下眼睛 或者说碰一下嘴巴的话 你不就感染了吗 所以说你重复使用口罩 这个行为 傻不傻呢 别这样了 这种简直嘛 丢西瓜的这个事情 咱不做 好吗 赶紧跟咱妈咱妈说说 你这个事情别再做了 你就别省了两块钱了 然后第二点呢 我甚至是不建议大家呢 就是平时穿太复杂的 那个衣服跟裤子的 你现在很多人为了漂亮 穿的叮叮咚咚的 是吧 带很多的那个金属啊 吊环啊 装饰啊之类的 这种小装饰里面啊 其实最容易呢 常无纳沟 是吧 反之干净利落的这个衣服的话呢 反而不容易呢 被辅着那些病毒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就尽量别去外边吃饭 能在家吃尽量在家吃 是吧 外边暴露病毒风险的 这个几率总是要更高一些嘛 那你说那点个外卖行不行啊 点外卖是行的 但是这里呢 就涉及到了第四点了 消毒酒精 随身带个小瓶的那个消毒酒精 但凡是你所碰到过的 这个外来物品的话呢 都消消毒 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是说是去 去消外在的这个物品 去喷别人嘛 主要是喷自己 你比如说按了电梯之后 或者说接过外卖之后 自己对着自己的这个手里呢 消消毒 是吧 第五个呢 如果说你是从外面回来的 在公共场合暴露过的话 有条件的话 你直接就把你的这个外套给脱了 脱了换一个居家服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外套呢 你就简单的消毒毒 甚至呢 你就直接跌进 丢进洗衣机里面给洗了嘛 第六个呢 就是回来之后 勤洗手 扫揉眼睛 原因我不说 你们都懂的 最后一条 尤其是喜欢抽烟的那个朋友啊 你要注意了 那如果说你是 去了有暴露风险的 这个地方回来的 那么在点烟之前 一定要养成洗手的这个习惯 因为国外已经出现 这样的这个案例了 就是你不洗手 是吧 咔咔反复把暴露过的这个手呢 去拿去吸烟 那有的时候不小心 肯定会碰到嘴唇嘛 最后这个病毒就从这把里面紧去了 干脆把这个烟给戒了 这种话我是不为来说的 但是为了自己 也为了家人 洗完手之后再抽 消完毒之后再抽烟 好吧 就是说这几条建议的话呢 今天就分享给各位 有的战争呢 还在打着呢 但其实已经结束了 但有的战争呢 你看四十结束了 但可能呢 才刚刚开始啊 无论如何 大家都不要放松警惕 确保自己跟家人呢 都要好好的 好吧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病毒防护 还有什么有效的这个建议啊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写评论 沃尔大白下期百万听下 再聊